股票投资让你伤脑筋吗 想要学习投资一技之长吗 欢迎收听 股海飞扬 大家午安 大家下午好 欢迎收听股海飞扬 那么今天2024年1月10号 礼拜三 台北股市今天表现 很多人会认为说 我看到它表现不好 因为没有大涨 甚至可能是下跌 所以我不认为台北股市表现得很好 确实如果你以指数的角度去看的话 它没有大涨 所以你可能认为它不好 但是我每天都提醒你 就是好与不好 不是那么的一两天的事情 也不是一个涨或跌 就代表好或不好 你要看的行情是你的趋势 就是说一个投资人 你在台北股市 如果你做的会很轻松的话 你的格局是大的 大格局的人 他看的是一个趋势 按照在对的趋势路上面 去找寻对的标的 然后掌握大波段的获利 这样才对 对不对 好了 如果你会抓标的的话 你的标的能够走在对的趋势上面 向上走 然后走出个大波段的话 今天的行情 尽管指数你可能解读是不太强 不太好 可是我的股票呢 我跟你讲这标的呢 涨停 涨停 创新高 跟别人看起来就是不一样 这些标的 不是我昨天买 今天涨停 不是我前天买 今天创新高 不是 是在波段要准备起涨前 没有人要的时候 我带着客户 告诉客户 他是什么概念 什么题材 你们真的要去留意了 开始布局了 那当时 当时的时候 买的时候 是一个 我们所谓的一个 底部的钻石 我常常讲 什么叫底部 骨架在地板上的时候 叫底部嘛 对不对 那 既然骨架在地板上 那你又是一个钻石 你钻石 掉在地板上 时间久了 没有人发现它的话 钻石的表面 一定会蒙上一层的灰尘嘛 泥土嘛 把它覆盖住了 所以 这种底部的钻石骨 尤其一般人 很难去事前去发掘它 所以你才会发现 超过 八九成的市场的投资人 或专业机构 或者是我们你们坊间 你们常每天在看的这些 投顾节目 投顾分析师 他们的节目 他们跟你讲的标的 你会发现 全部都是已经 脱离底部之后 涨了一波 或者涨两波之后 才跟你说 他们做那个标的 涨停板 创新高 那你乍听之下 你会觉得说 哇 真的耶 真的耶 有没有 譬如说今天 神盾集团的股票很强悍 对不对 心鼎 很强啊 对不对 可是 你有没有想过 这是你们乍听之下 看到的一个状况是 对 这些股票今天很强 哇 这些老师都有做到这些标的 好厉害 对不对 然后就是 就是如我所讲的 你们每天都把这些人 把他当神来拜 当神来拜 因为他们都是神操作 对不对 可是我跟你讲 你仔细啊 如果你够聪明的话 够冷静的话 你应该把他们讲的这些标的 一档一档的抓出来看 你就发现不对耶 不对啊 哪里不对 我讲我的正 我讲我的正发 我讲我的心鼎啊 我讲我 我讲我跟你讲的 波段标的 我不讲别的 别的有些我没做的 我不讲 好 我就拿心鼎嘛 这两天开始 尤其像今天又开始 要跟你讲心鼎的 又开始很多人跟你讲心鼎的 神盾集团了 6695的心鼎 如何如何如何 IP股受惠如何如何的 未来要跟安国要比价 上看这个三位数啊 就是你这两天 你会开始听到这种声音又出来了 可是我刚才讲的 当你看到这些神操作 这些你们 你们把他当神来拜的分析师的时候 你有没有想过 冷静一下哦 把他们节目上所讲的任何一档标的 你先拿出来看 现行一叫出来一看 你发现 问题很大耶 你懂吗 问题其实很大耶 不是你们表面上看到了那个 神操作的神老师 不是 是什么 你们现在 我再强调一次 我说如果听众朋友 你还没有加我LINE的话 请你赶快加LINE 为什么 因为加LINE上面有我的解盘影音 你看影音的听众朋友 你可以看我节目中提供给你的 这些数据资料 你就更加明白 我在跟你讲什么 如果你想赚钱 赶快加LINE 然后点选YT的影音解盘 你就知道我在讲什么 你就可以学习到很多操作 你应该要的一个趋势格局 还有一个观念 对你操作一定有帮助 我们就来破解这些市场上 这些神操作 好不好 我说你发现 你把线形一叫出来 你发现不对 哪里不对 来 你看一下它的K线 这是我每天跟你讲的 有没有 我说我在叫进这个心顶的时候 两个位置 上个月也叫一次 对不对 上个月我就跟你说了 上个月指数在拉回的时候 我跟你说 你不要去追那个什么航运 有没有 你不要去追航运 你去看一下那个拉回的AIPC里面 拉回的股票 真的有标的可以买 上个月有听我节目的 在那个航运股拉高的时候 我是不是在节目中跟你提醒 不要去追那种标的 对不对 你事后来验证 现在当时有去追航运的 现在都在做什么 等解套 我都讲在事前 只是听语不听 或者认不认同 那当然我就没有办法去干预了 因为但至少 其实我真的觉得 我做这个节目 我觉得我对得起大家 对得起我的良心 我一个分析师 我不是每天上来 跟你神操作的那种人 我做一个分析师 我把我的脑袋瓜想的我看到了 我跟你分享 11月的时候 我说你不要去追那个航运 结果呢 现在航运每个人都在等解套 今天还在中错 然后我跟你说什么 我说你不要追航运 但是你应该去买什么 买正在拉回的 AIPC的里面的股票 那 AIPC里面的关键是谁 有没有 上个月 这是月线 这是月线 你们看我提供的这个画面 这个数据图表 上个月在这里还有个机会 上个月拉回的时候 55块左右 第一次是在波段的 波段阻底完之后 准备起涨的位置 40块 我说你今天 你今天看到新顶的时候 你会发现不对啊 上个月55块 有人在这里跟你讲 去买新顶 再往前推一两个月 还有人在40块 跟你讲去买新顶 所以新顶这一波上来 分别在40块 跟上个月拉回的时候的 55块 你可以买啊 所以你要嘛 就买40块上下的新顶 要嘛你就买55块 上下的新顶 你怎么会去 在这一两周 在这一两天 去追80块以上的新顶 你就发现不对了嘛 这些所谓的神操作 会让你会让听众朋友 乍听之下 会觉得 哇这些老师很厉害呢 哇这神盾集团的心底 很棒啊 我也想要有这种标的 这些老师真的太厉害了 可是我讲了 我们就来破解一下嘛 为什么这些你们认为 太厉害的老师 你过去曾经报名之后 发现不对啊 你听来之后 你发现太厉害了 你加入之后发现不对啊 有没有 那所以问题在哪里 所以我帮你神 我帮你破解一下 什么叫神操作嘛 有没有 你把图 他们讲的股票 你把图一叫出来 你就发现了嘛 涨了几个月之后的 这个时候 才叫你去追新顶 那你懂了啊 我现在给你看的图表 是月线 代表一根K棒 代表一个月哦 从我们底部的位置 40块上下 到现在这个月 是第几个月 第一个月 第二个月 第三个月上个月11月 还有拉回给你55块可以买哦 你不买的话 我也跟你讲说 你可以来买哦 你没有买 这个月已经是上来第四个月 已经来到八十几块 要码40块 40块买了到这个月 八十几块已经赚多少 超过一倍了嘛 所以买底部钻石 是不是基本上 我讲过好处是什么 我风险很低啊 我买这种位置 你跟我说我风险很高 我不知道哪里 我就不知道那个逻辑是什么了 那就不对了嘛 这种位置 为什么买底部股 因为风险最低 那风险最低之外 可以寻求最大报酬 我当然要买底部的钻石嘛 对不对 只是在底部的钻石 它蒙沉了 被泥土包覆了 你没有发现 大家都没发现 但是我发现 我跟你讲 那如果你认同我的 要来买底部钻石的 那请你来报名 来加入我们 我带你买这种位置的股票 买这种位置的股票 请问你会赚钱吗 会 不但会赚钱 还是赚大钱 当你每一笔都赚大波段 大钱的时候 每一次的交易 每一笔交易 能够在底部买的时候 一档股票可以获利 超过一倍的话 我想请问你 你说你过去赔几百万的人 你赔到上千万的人 为什么我都可以告诉你 只要你照着做 好 我没有叫你做任何动作 你不要做 那我叫你做任何动作的时候 你就照着做 我跟你说 你过去赔的钱 我可以帮你把它拿回来 我没有说 我尽量的 我可能可以 我不是讲这种话 我说什么 我说你知道乖乖照 我给你的标的的位置 价位去买 照着做 你不要自己掺杂 自己的想法 自己的一个操作的话 一定可以做得到 我跟你讲的是 一定 我们会把它拿回来 因为我带你买这种位置的股票 当然拿得回来 因为你一档 就可以赚一倍以上 一档就赚一倍以上 所以你投放一百下 一百下去 就可以拿两百回来 对不对 一百下去变两百回来 两百下去变四百回来 怎么可能 怎么可能你过去赔的钱 会拿不回来 不可能 懂了吗 那一定是你沿途 又去做了一些奇奇怪怪的动作 不听话 所以只要你听话 照我给你的规范去做 绝对没问题 你看 所以同样的问题来了 这两天跟你讲心底的 你就注意听 听完之后 你去把K线叫出来 你发现不对 乍听之下他们好厉害 心底今天涨停板 对不对 哇 心底涨停 那请问一下 你看一下 你发现了什么 问题很大 有没有 这种位置八十几块去追心底 然后上节目敢跟你说我大赚 这种话我讲不出来 可是如果在四十块 在五十块 带你去买心底的人 我现在跟你说心底我赚超过一倍 请问谁是赢家 还有什么是真实操作 所以你要的是哪一种 你要判读出来 否则 你就会一直不断的重蹈覆辙 你就会一直不断的去想 我过去报名那个老师 为什么我听他节目我就觉得他大赚 对不对 最近他在讲心底 对不对 可是为什么我报名之后 我是赔钱的呢 因为你报名之后 你才发现原来问题很大 涨了几个月之后 你才去买心底 那最后如果亏钱呢 怪谁 如果每一档标题都是涨了几个月之后 才去追涨了几个月才去追 一不小心呢 我讲了一不小心呢 一回来修正修正三个月 超过五成超过六成的回档修正幅度 那就完蛋了嘛 所以我再回忆 你再回忆一下 所以几个月前去年是不是很多人带你去买广达 带你去买华硕 带你去买伪创 因为AI AI AI 带你去追技嘉 带你去买资源 因为AI 那为什么赔钱 明明就AI受贿 为什么赔钱 明明那些标题是从不断底部上来涨几倍 为什么买了会赔钱 为什么 因为涨了好几个月之后 他才带你去买嘛 这样你听懂了吗 所以你当时都没有去破解 其实问题很大 很明显的问题在那里 可是你们都不理他 你们只管我耳朵听到那个人说他做什么股票 很强很强很棒很棒 我也想要跟着他操作去赚钱 结果你讲了会费座报名之后 发现不对啊 发现不对啊 不是这么回事 那到底问题在哪 就是我现在跟你讲的问题啊 当他们讲完之后 请你把他们讲完的股票拿出来 现行拿出来看一下 你就发现 哎我知道了 我知道问题在哪了 那就那所以问题就在哪里 看你自己选择了 你要不要报名去跟他们操作 买那一些都是涨几个月之后 脱离底部之后的标的 你愿不愿意 你愿意的话可以啊 八十几块去追心领 今天心领也供到几乎涨停啊 也OK啊 对不对 你看你要不要啊 可是还是你觉得 你过去吃过亏 不行不行 我不要跟他们做这样的动作 你要从底部做起 那你来听我的节目 我的做法就跟别人不一样 可是你发现呢 我就讲了 同样做心领 我四十块五十五块 我跟你讲 可是这些人做心领 是现在几个月之后的 八十几块跟你讲心领 你要哪一种 不只心领啊 来 五十二六正发 今天我们涨停 涨停 对 那今天有人跟你讲正发吗 也有 那请你把K线叫出来 请你回忆一下我的节目 你就发现了 来 什么时候买的 正发我们什么时候买 我在这里买的 这个位置是不是下来修 长期下来之后 竹底之后准备涨坡段 起涨前的位置 是不是 那这个位置去买正发 是不是一个底部的钻石 我在买正发 没人要 没人讲 没人买 我当时带我的客户去买正发 尤其是新进来的成员 还没开始操作过的 新进来的 我带他去买正发 他有点失望的 打电话到公司问 我以为老师会带我买什么 我以为老师会带我买什么 结果老师都买正发 为什么啊 为什么买正发 我跟你讲 我每天都跟你分享这种案例 这种case 为什么 因为新进成员还没跟着操作过 所以他们有时候带着自己的情绪在操作 当我带他买一个正发的时候 他其实打从心底是不认同的 他觉得正发是做什么的 他不知道 为什么会可以买正发 他不知道 但还好 报名了 有跟着操作 但还好就是 尽管他有一些疑问 疑虑 怀疑 但至少他报名了 他跟着操作 来 赚超过一倍了 5426正发 赚超过一倍 你看 只要在这种位置买 是不是又可以照过一倍 是不是 那这两天你去追正发 哇 今天涨停板 棒不棒 棒啊 可是 现行叫出来看一下 你就发现 不对 问题很大 对不对 所以你看 所以这两天 如果你又听到有人在跟你讲正发的时候 今天攻到涨停板 好厉害 等一下哦 你冷静一下 去看一下现行 你就发现 不对呢 不对呢 涨这么多的股票 涨到这么多了 我们赚一倍的股票 你那些神操作 今天这两天才去追正发 追完之后 今天攻涨停 然后你跟我说你们大赚 你们好厉害 你认不认同 我常常讲 不要玩这种数字游戏 文字游戏 不要用这种文字游戏 数字游戏 去拐骗 去拐骗投资人 投资朋友 你要自己有自己的 你要有自己去思考 去判断哦 我我透过节目 我只能告诉你 去把K线叫出来 去看看问题在哪里 我只能告诉你这么做 那些人要用文字游戏 数字游戏跟你玩 去拐骗你报名录会 其实我也 我无权过问了 我不挡人家财路 但是我讲了 任何一档标的 在我这里 我就是带你买这种位置 底部要起涨的位置 我带你买的是底部钻石 8467的破例 今天有没有再创破断新高 有哦 来 什么时候的破断起涨 在什么位置 去年 第四季 破例买点来了 你知道吗 我节目都一直跟你说 人家破音的一个 一个打入破音的一个供应链 复合材料供应链 有没有 你看 在这里 修正之后 主体之后 准备起涨前的位置 我们买这种位置 现在上来到188 有没有 60块上下到188 请问一下 是不是 是不是超过一倍多了 是不是 这种位置买股票 你说你赚不回来 过去赔的钱我不相信 那这两天有没有带你去追破例 有啊 这两天节目上又有一些投顾节目跟你说 破例好棒 破例好棒 对 我当然知道破例好棒啊 所以我在60块上下我就买啦 那你像60块标到180几 你跟人家说破例好棒 来 去把K线叫出来 你就知道问题在哪里了 其他我不多说 4956光红 今天再创破段新高 又逼近涨停板 在我现在录影录音的时间点 还没收盘 我录的时候是还没收盘 目前还在交易中 今天还在交易中 我现在先录影 录音 今天 我录音的时候 4956光红 又逼近涨停 几乎要四天四根 昨天涨停板的光红 有没有 昨天涨停的光红是三天三根涨停 今天又再拉上去 又逼近挑战涨停板 请问一下 是不是逼近四天四根 那请问一下 我买这种位置对还是错 所以买底部钻石对还是错 轻轻松松 我已经赚要叫 要五成要四五成了耶 一档股票我快要赚到四五成了耶 40%50%了耶 那这种位置难道是一个追高的位置吗 所以买底部的好处是什么 安全 获利的幅度可以挑战最大 这是光红4956 这两天开始有人在讲光红了 对不对 你听听就好了 如果你 如果你 你稍微有点迷失了 请你把他的K线叫出来 你就知道我在讲什么了 不要再被骗了 这些人不要再跟你玩这种游戏了 不要再玩文字游戏 数字游戏去拐骗投资朋友了 投资朋友 其实很多人 其实都很需要帮忙 不要玩那种文字游戏 数字游戏去拐骗人家 报名录会之后 然后带人家去追逐 那个涨了好几个月的股票 那是很没良心的 我讲真的 再来 这两天 我说这个标的已经落底了 硬要谷底翻了 会上去 我们讲了好几天 今天大涨7% 未来就是一波上去 那我这个时候跟你讲 请问是不是底部钻石 是不是 是 这些都不用急的公布 未来你未来 未来我一公布的时候 你已经 那个已经是 已经是 已经是不知道已经赚多少了 我已经讲过 买底部就赚波段 我要赚大的 那光虹这么强 几乎四天四根 那如果你现在要报名的 我会带你买什么 如果你现在要报名的 我会给你最低门槛 我会给你最低门槛就是什么 我就让你报名 没有压力的最低门槛 我为什么给你最低门槛报名 因为我让你没有压力 然后呢 来买股票 不要今天报名的 然后也不给你优惠 什么都没有 然后呢 然后不二价什么的 不要啦 我也不为难你 你如果认同我 你觉得这样做会赚钱 你认同我 相信我 你报名 我给你最低门槛 最低门槛的原因就是因为 我不可能免费 我不可能免费嘛 那没关系 最低门槛 来买新标的 要买这张标的 这个经过六年 六年足底之后 现在谷底要翻了 因为他搭上了最新的科技产品 因为他搭上最新的科技产品 所以这里准备上去 营收要翻羊上去了 营收要谷底翻了 你不知道 我知道 我知道他的钻石 你不知道 但我请你来买 用最低门槛报名之后 来买这个标的 要买进的 请你拨电话 我等各位 我带你买进最好的标的 我们买底部钻石 我们赚大的 好不好 要报名的 我等各位 赶快拨电话 明天再见 拜拜 拜拜 YAYA 168 小老鼠 YAYA 168 或拨电话 02-2365-9333 2365-9333 大来国际投雇108 金管投雇新字第012号 本公司于节目中 所推荐之个别有价证券 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审慎评估 并自负投资风险 15-16以销量 稍后